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阿姨Curvay,我是阿善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大的這個校園裡面 那我們今天呢,我頭已經出光了,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的是,到底在台大外文 到底阿善在這邊,到底學了什麼 然後到底這個適不適合你讀呢 課程裡面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跟我覺得討厭的地方,我們先一起來看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呢,我們要聊到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課程內容有什麼 然後跟我自己預想有什麼差異 然後,以及最後呢,如果你想要讀外文系的人 有什麼樣的建議給大家 那今天我們幕後兩位常進人,然後他們會問我問題 好,那第一題就是,台大外文有什麼樣的課程 就是系上的課程呢,就是分四大類,就是文學 然後第二外,然後跟語言學 然後還有英文的課程 然後文學部分呢,像我們大一修就有西洋文學概論 就是,告訴你一些像是西洋的史詩阿,聖經在讀什麼 對,我跟你說,我在台大裡面遇到了好幾次 台大傳福音,然後我跟他們說 其實你不用再跟我講聖經,因為我讀過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個課程就是文學作品讀法 基本上就是教你怎麼讀一個文學作品 然後,可以從裡面看出哪一些文學的 技法喔 然後在語言的課程呢,我就有修了是法文3 因為我之前有學法文的關係 然後還有法語的繪畫 在語言學的話,大一的課程是完全沒有的 然後在英文的課程呢,我們就是有 然後在英文的課程呢,我們就是有 英語口語訓練跟英文作文 然後基本上就是高四英文我覺得 然後從這些課程裡面我覺得呢,其實像是英文的課程阿 真的像在英文作文或是英語口語訓練 很看你的老師是誰 如果你遇到的老師是很輕鬆的老師 像我的作文老師,就會非常非常的輕鬆 你整天可以就覺得飄飄然 然後你就是寫一次高三的學測作文 然後你就可以下課 但是如果你遇到的老師是比較嚴謹的老師 你就會比較辛苦 他怎麼會看喔 他非常非常的 他的課程非常非常的扎實 然後他常常在教我們 要怎麼樣做出最好的口語表達 然後呢,其實今天問我問題的 我們要請到Rachel非常 他在口語訓練可以學到什麼 內容 你覺得口語訓練課很厲害 我可以推薦我們老師嗎 我覺得你可以推薦 我們老師叫王力思 然後就是上他的課就是很硬 會教你分析一些文本 然後真的就是訓練你口說的能力 但是又再加上更學術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就是 你會從學到怎麼學術上面的表達英語 而不是只是原本的 就是英語日常繪畫而已 對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討論看 到底在台大外文裡面 跟我們原本 跟我自己原本預想的有什麼 有哪些差異 我自己覺得呢,在系上的課程裡面 第一個就是 應該說上大學總體來講 你真的可以第一次的 自己拼湊你自己想要學的東西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就是在台大外文的課表裡面 你覺得難嗎 我覺得 就是 你平常要讀那些文本 就是 Loading蠻重的 因為 我們有一堂課叫做 西洋文學概論 就是我們都簡稱西蓋 但是 西蓋 對,西蓋 他 我們老師給的功課真的都蠻多的 如果你真的 不喜歡讀那些東西的話 你真的就是考試會拿不到 所以 一定要 但是 而且那些六十頁呢 大部分都是 實施 然後你就會覺得 我英文是很差嗎? 我真的看不懂 就像 就像Rachel你剛剛講的 台大外文系的這種課程 真的就是 他考試出的一點都不難 但是你就是要花時間 然後把那些句型統統記起來 而且 而且 有一些老師真的出一些和不聊的題目 他會考你作者是誰 然後標題是誰 然後他還會跟你說 劇情轉折是什麼 這種問題 還會出現 主要 還是會考你那個 深論題嗎? 就是那種 short essay 或是什麼 就是簡答題 但是你要 回答一小段的內容 接下來呢 就會來給大家說 那如果你們想要來讀 台大外文系的話 有什麼樣的建議給大家 我自己的第一個建議呢 就是 如果你不喜歡文學的話 真的不要來 真的台大外文就是 充滿了各種文學的內容 然後我本來想要來學語言學 但是我發現大義真的沒有語言學 我原地落淚 你們有看到淚嗎? 這邊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文學的話 特別是 你不是只是喜歡讀故事而已 你還要喜歡分析那些故事 不然真的會很辛苦 那其他如果想要來讀台大外文系 有哪些心態上要準備的 就是 就是 絕對不要把 我們這個 台大外文系當作一個 調版 因為 如果你真的對文學沒有興趣 完全沒有 然後你進來讀 然後你每天要讀那些文章 然後還要分析它 但是你又想要 就是可能轉系或是什麼 要準備那些其他東西 你其實根本沒有時間 然後 因為你成績也要夠好 才可以轉嘛 所以 如果你不搞好這些的話 你也轉不掉 所以 真的不要把它當跳板 可是我看到 氣象當跳板的人 狀況不是很好 喔 誰 誰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是喜歡 學外語的話 真的可以來台大外文系 因為 台大有十幾種外語 很多 你修什麼 我選西班牙文 然後我修法文 然後我知道有人是修 日文 韓文 然後 或者是日文加西班牙文之類 就是修超多的 但是 如果你只是喜歡外語 然後你沒有喜歡文學 你真的不用來讀外文系 因為台大外文系的 第二外語的課 誰都可以學 像我自己在帕文三的班上 全班 就只有 四個人 包含我是 外文系 所以其實你真的 如果你只是喜歡外語 你真的不用來讀外文系 沒關係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我們分享 在台大外文的求學經驗 以及你來可以 有的一些 小小的 這個再次 讚 好啦 最後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 留言欄來留言 我們都可以 Rachel 應該會幫忙回答 沒關係啦 我會自己回答一些 那最後如果喜歡影片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 然後可以點影片下方的說明欄連結 全部點進去才不會有錯過 阿珊任何最近資訊喔 那我是阿珊 我是Rachel Rachel可能下次不會再見 但是阿珊會下次再見 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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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